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 壮新闻 大家好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新闻协会理事长黄青龙 昨天七大工业国G7的财长 跟央行的行长 他们开会讨论 要怎么因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 会议结束之后几个小时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就在昨天晚上11点钟台北时间 紧急宣布减息两码 就0.5个百分点 把联邦基金的利率的目标范围 从1.5厘到1.75厘到1厘到1.25厘 那主要是为了应付新冠肺炎 对经济构成的影响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在FED的降息 不是一个例行的 或者说一个一定时间内的一个总体评估 那么很明显就好像FED的主席 那么这个鲍威尔他自己承认的 他说最主要一点就是因为 这个新冠肺炎所造成的 这个整个全球经济的前景不明朗 那我们知道鲍威尔本来他在川普不断的喊话 要他降息再降息 他一直在抗拒 那结果呢跟G7的财长跟央行的会议开完之后 那么立刻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布 那么这个宣布啊 当然让大家感受到整个这个新冠肺炎或者武汉肺炎的全球的疫情 看起来他的蔓延跟他可能产生对经济的影响 那么应该说已经逼到眼前 好所以呢 昨天美国股市的反应啊 就完全受到这个FED的这个降息的这个消息的影响而起落 一开始的时候啊 当他宣布降息 那么这个道琼指数啊 那么一度啊 由一开始早断的这个低位啊 就抽高了737点 就是来到了超过了27000点 那这是一开始 但是呢 后来啊 这个鲍威尔自己也承认说啊 这个现在看起来整个经济啊 是非常的不明朗啊 那么经济前景堪律啊 那么这些话在讲完之后啊 那么呃 这个呃 整个的减息的行动啊 那么就没有办法化解啊 市场的疑虑啊 所以三大指数啊 在高位啊 迅速的回吐啊 道琼指数啊 降了997点啊 那么呃 已经就跌破了26000点啊 所以呢 美国总统川普啊 在收盘了之后 又在推特上贴文啊 那么批评啊 说Fed这一次的突击性的减息 0.5嘛 呃 不够啊 他说不够啊 要求要减更多 要减更多啊 但是呢 也有很多专家说啊 这个并不是一个对症下药的做法啊 因为现在的问题 呃 经济的这个前景呃 呃 不好 主要并不是资金成本的问题啊 因为你你降息就是可让企业界的取得资金成本能够降低嘛 啊 现在不是呃 借贷成本的问题 现在主要是生产减速和消费激动啊 是这两个因素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 坦白说啊 他只能起一时的作用啊 用感冒来讲 发烧了之后 这是个退烧针啊 但是呢 很可能你刚退完烧之后啊 没多久立刻要发烧了啊 就是我们看到了整个经济的情况啊 当然主要还是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到目前来看的话 那么是持续在扩张啊 持续在扩大 那呃 现在新的统计啊 到昨天为止啊 中国境外地区的新增的病例啊 那么已经啊 是达到中国呃 新增病例的八倍啊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啊 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数字啊 呃 现在全球的确诊病例九万两千两百五十九 那中国是八万零一百五十一 但是中国这个数字已经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那呃 全世界其他国家主要是韩国啊 伊朗跟意大利啊 这三个国家增加的非常快 这三个国家的这个确诊病例加起来 已经快要一万人了哈 南韩是五千一百八十六啊 南韩在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 从二三十个确诊病例到五千一百八十六例啊 这个这个这个例子啊 将来势必会是全球公共卫生 教案当中的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例子 伊朗也有两千三百三十六例 意大利是两千零三十六例啊 所以这个呃伊朗啊 这个是呃韩国以外的第二大确诊 但是伊朗的死亡人数最多啊 达到七十七例啊 七十七例 好这个因为呃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势啊 所以现在啊 现在非常有意思啊 现在中国啊变成啊 是呃要来阻止啊 防止各国啊啊 疫情倒倒灌回中国啊 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呃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 是各国在防中国的这个旅客啊 很多国家不但撤侨 还把非中国的航班停止掉停掉啊 那现在刚好倒过来啊 现在变成是中国本身的疫情已经慢慢减少啊 但是呢 中国以外的地区啊 特别是我刚讲到了意大利 这个南韩啊 伊朗啊 这些地方啊 现在变成是一个快速传播的地方 好 那呃 所以现在中国对这三个地方啊 来做严格的这个防范 它的从那边过来 或者说航班啊 等等的哈 像包括北京上海甚至广东啊 基本上对这些地方疫区啊 已经进行了叫做半闭关的一个状态啊 半闭关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这个是讲起来实在是一个五味杂陈啊 因为这些地方的疫情啊 坦白说也就是从中国过来的哈 但是现在呢 因为啊 这里头啊 这个整个疫情在他本国扩大了以后啊 现在变成中国啊 要来封锁这些地方的人的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往来 哈 所以这一点呢 也让文在寅啊 在呃 韩国的处境啊 非常的受到争议啊 因为他相对对中国的这种友善啊 迟迟的在疫情爆发了之后 不对呃 中国进行必要的一些管制啊 入境的管制啊 那么呃 跟日本一样也是考虑到四五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要到韩国访问的事情啊 那结果现在疫情啊 整个扩大啊 整个扩大这么严重啊 现在韩国人 韩国民众还要检讨他是 他前起的时候啊 不做防疫就算了 还把很多的韩国的 这个啊 一些医疗设备啊 大量的啊 送给中国包括口罩啦 包括这个耳温枪啦 等等这些情况啊 现在韩国人冒着这个 一两度的这个韩风啊 在路上排队啊 在买口罩啊 心里头一定很 很在骂这个总统啊 说这个没有远见啊 而且还 害韩国国民受苦受害啊 好 这是政治上啊 另外一个政治的重点 就是美国 总统选举的民主党的初选啊 超级星期二啊 已经在台北时间啊 昨天晚上啊 已经开跑了啊 那 这个超级星期二 我想听众朋友大概知道了 常听我们节目的话 他因为啊 同时要在14个州啊 来举行这个初选的投票啊 那这14个州里面 包括很多重要的啊 这个得票数很高的州 像德州 像啊 这个加州啦 纽约州啦 这些地方啊 所以呢 虽然前面几个啊 小州啊 像爱荷华 像Nebraska 这些地方啊 大家当作是一个 新 这个这个 冒头的这种 来做检测 哪一个候选人 有没有声势 但真正啊 真正来决定说 是哪一个人 可能就是要代表民主党 或者共和党 共和党当然今年已经很清楚啊 就是川普啊 但是到底民主党会是谁啊 就是要等超级星期了 这个投完票 开完票啊 好 那就投票啊 原则上已经结束了哈 但是当然结果没那么快啊 我们过两天啊 再跟大家来做分析 不过呢 在投票前哈 有出现的一个状况 就是啊 原本呢 声势已经摇摇欲坠的前副总统拜登哈 那么结果他现在啊 看起来声势又好像有回来了哈 一个原因是因为 在前一个州啊 前一个州的这个啊 初选当中啊 那么拜登啊 成绩不错啊 成绩不错 因为黑人的啊 这个乔 就是乔治亚州啊 那么他们对拜登的支持 让他终于赢得一个州的一个初选啊 然后呢 接着呢 有两位啊 民主党的这个参选人啊 已经都宣布要退出选举啊 一个就是啊 出柜的这一位 印第安纳州啊 南湾市的前市长啊 啊 不得不得解决啊 那么另外是参议员啊 啊 那他们两位啊 现在再加上前啊 德州的众议员啊 啊 欧瑞瑞克还有前民主党参议院的领袖 瑞德啊 这几个人啊 都来为拜登来背书啊 那么加上之前在南卡罗来纳州啊 取得大胜啊 现在啊 现在拜拜登的声势似乎又活过来了啊 那活过来前面本来最胜的是桑德斯啊 是这个桑德斯啊 那桑德斯因为他的比较左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啊 在民主党的温和派来讲 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如果代表民主党是不可能当选的啊 所以民主党的温和派现在似乎啊 在往两个人身上啊来做选择啊 一个就是啊 拜登啊 那么另外呢 另外就是彭博啊 前纽约市长彭博 那么彭博我们在节目上也谈过啊 他基本上放弃前几个小州的初选 职工超级星期二啊 那现在看看他的情况 能不能够拜跟拜登来这个角逐啊 那当然温和派所集中出来的这一个啊 后这个拜登也好 或者布伦伯也好 最后还是得跟桑德斯啊 这一位大家认为是一个比较左的 这样的民主党候选人来做比较啊 那以及最后再代表民主党来跟啊 川普总统来竞争啊 好这是我们呃 节目开始啊 几个重要的国际两岸的一个大事情 跟大家做一个归纳解读分析 好我们休息一下关怀来之后 今天要邀请刘碧荣教授啊 最近中东的情势啊 也非常的值得关注 要请他来做解读 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啊 来到节目现场是刘碧荣教授老朋友了 好碧荣兄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这个呃 当然现在大家都还在关注 呃新冠肺炎的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啊 美国的这个超级星期二啊 也已经投票了哈 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啊 其实国际间的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哈 嗯 在正在酝酿 这里面呢我想呃 如果比较关注国际政治的朋友哈 应该都会留意到就是在2月29号哈 嗯 那呃美国的代表哈 美国的这个阿富汗代表啊 那么跟神学士的官员在 呃卡达的首都多哈啊 签订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啊 那我们知道美国打阿富汗呢 其实当时啊 就是冲着神学士嘛 对 就是因为当时说他辟 辟护这个 恐怖 盖达 等等这样子 哎就打了189年啊 现在居然来这一套啊 那这是不是真的是让阿富汗的和平可以露出曙光呢 并且帮我们做最完整的解读 我们晓得当初18年前就911之后 那么最主要就是这个塔利班组织 塔利班这个政权就是神学士 他包庇你刚讲的包庇盖达组织 我觉得盖达组织几乎就是寄生在阿富汗里面 阿富汗保护他 然后他也提供各种的养额经济给阿富汗政府 那美国就为了当然要抓这个反恐 所以当然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推翻塔利班政权 但是他就扶持了在科布尔的一个亲美的政府 但是问题是塔利班的 他这个很难完全把他消灭 你知道塔利班的完全消灭 塔利班的这个他的神学士 他是回教基本交易派 所以他依然盘踞在阿富汗的大半壁江山 大半壁江山 所以美国打了18年 就是就没办法完全的铲除塔利班 塔利班的所以阿富汗这个地方 这个地形其实很不适合打仗 所以人家当年就叫他叫帝国坟场 这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开始 凡是从古代到现代 以前你看 亚历山大 希腊的时代 就进去 也抓不了 也降服不了阿富汗这块地方 那么所以这一块地方 那么以前苏联也打过阿富汗战争 英国是不是也想要 对英国当年也有 也想要 就是在19世纪 帝国主义在争夺殖民地的时候 所以那个地方叫 这是一个大 苏联是80年代的 对 780年代的时候 对 所以叫大博弈 那么打他在那边强的地方 反正美国呢 大家发现他打18年也打不赢 打不赢 那是他打了最久的一场战争 而且他战争的目的不断的调整 比如说他以前的 这个小布希时代 新保守主义的那些战略家们 他们说 我们把阿富汗打扮 这个 塔利强推翻了 我们帮他建国 谁当时流行的 叫Nation Building Nation Building 就怎么建国呢 我希望把你建成 西方的民主的国家了 等等 后来发现呢 根本也办不到 办不到 那后来 川普总统上来以后 就说这打半年打不赢 那我就撤吧 所以他的标准 所以你看 他这次达成的这个协议呢 他标准不断的降低 你没有说你要民主啊 你要注意到 这些人权啊 或者说妇女男女的 这个这个平等啊 没有 他完全没有 他就讲说 你要保证啊 不再让恐怖组织 在你们这边 在做一个 在寄生在里面 在攻击美国了 什么的啊 那只要你不支持恐怖主义 那这样子 我的任务就算达成了 我就可以走人了 他就可以走人了 所以后来谈半年 川普一直想走嘛 想走呢 当然就是从塔利班里面 先找了比较温和派的塔利班 所以为什么这个谈判 谈了很久呢 因为有激进派塔利班 不想和啊 我想塔利班里面 有很多部落 阿富汗的一个特色就是 他的山头多 军阀多 部落多 酋长多 根本没有 不是一个很统一的一个国家 后来找温和派塔利班 谈谈谈谈 那谈了说 后来中约 那么塔利班呢 他为什么也愿意谈呢 就是我们以前也谈过 就是IS组织跑来了 那么伊斯兰国 从叙利亚溃败以后呢 然后进入到阿富汗跟塔利班抢政权 那么抢地盘 那塔利班就想说两面为敌啊 算了 那我干脆跟美国也想走嘛 跟他和解 所以这才有2月29号 当时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协议 那但是呢 这个签订的协议现场 并没有看到阿富汗的 现在的政府的代表 一点不错 一点不错 那这到底这个能走得下去 这个政府 现政府会不会抵制 一点不错 现在观念就在这里 你说这个当年呢 是美国推翻了塔利班以后 然后扶持了阿富汗政府 所以塔利班的这个政权呢 他就认为 这个阿富汗的科布尔当局呢 根本是傀儡政府 是美国扶持的嘛 我不承认你嘛 那我不承认你 所以在整个谈判的时候呢 他就说 我不跟这个阿富汗当局在谈 所以是美国跟塔利班在谈 那这些阿富汗当局不是说 我不是被玩了一趟吗 对不对 你最后要跟 要走了 你又把我帮杀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上礼拜六呢 就是2月29号的时候呢 当时在多哈在宣布说 达成协议的 那是庞比欧在那边 对对对 那么国务卿那边 那国防部长埃斯伯在哪里呢 在科布尔 国防部长 在稳定厚房 稳定 稳定科布尔当局 跟他讲 安娜 安娜 那那边在谈 那万一 万一他这边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还随着支持你 那北约的这个秘书长呢 斯托登伯格也在科布尔 北约跟美国一起都在 科布尔安抚的科布尔政府 是 但科布尔政府呢 他他他当然不爽嘛 当然不爽 所以后来就出事了嘛 他说是不爽的人 就后来就没想到 那个2月29号谈成了以后呢 下一阶段呢 应该是3月10号 开始全阿富汗的谈判 对 那么根据这协议呢 其中有一点就是 呃双方要把囚犯要释放啊 对 那么美国这边有5000个 阿富汗的囚犯 那么阿富汗里面 大概有一千个左右 塔利班那边 对有一千个左右 美国这边有5000个 那5000个这边哪里 不是美国在管 是阿富汗当局 政府 政府在监狱里面 对对对 那所以现在阿富汗政府说 我不放 嗯 我不放 他说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但是这个事是不是 协议的一部分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 代查证 就算也是协议的一部分要放 什么时候放 是我决定 所以阿富汗的总统就说 我现在告诉你 不放 那不放呢 不放呢 塔利班说 那不放 不放我继续打 所以他有一些合议的东西 他也不执行了 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又有暴力攻击 又出现了 又出现了 那川普一看紧张了 所以川普在昨天 在美国时间 礼拜二的傍晚的时候 就跟塔利班的人通了电话 通电话 就跟塔利班 第一次吧 第一次 第一次 就通了电话 跟塔利班的谈判代表 就通电话 通电话就说 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川普 川普永远是这样讲 他说very good conversation 我看塔利班的顶层 领导层 那东西 非常好 他就会说 我们的权力要防止暴力 所以到底 但是你想 阿富汗政府 其实你说 是不是 他的拿窍也有限 他的钱要靠政府 全部东西都是美国在支持 美国叫你放 你能抗拒多少 这你话语全集的不多 你只是耍你小脾气 耍脾气就是不爽 不爽得能安抚 所以我觉得 这种会有点小摩擦 应该还是 这里头 大家会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有人讲 这样子做 真的能够确保 阿富汗的和平吗 我看到 一些美国的评论者 他们有人拿 当年尼克森 跟北越 举行的和谈 结果最后的结果 是几年之后 整个南越就被北越 给攻打下来 那意思大概就是说 塔利班接下来 大概就是准备 要取代了阿富汗的 把他推翻掉了 一定 这个几乎可以预期 班师回朝 塔利班太强 你说塔利班 美国打了18年 塔利班为什么 后来要签约的时候 就要庆祝 庆祝开玩笑 哪一个这种民兵 组织 可以把美国赶走的 赶走的 被美国必须 所以叫庆祝 庆祝 所以庞彼欧就蛮酸的 讲了一些 打高空的话 庞彼欧就讲说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 想庆祝 但不要庆祝太过头 真的 他说真的要庆祝的话 那是阿富汗的和平 人民的和平 和国家的繁荣 才要庆祝 因为他晓得 你们当然庆祝 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这个撤军 美国当然不会全撤 美国的撤军 他当然就说 135天 先射掉5000人 然后剩下 14个月 剩下12000人 撤到5000 那剩7000 11月撤掉 但是美国还留一些在那 所以美国 根据协议 他留一些情报的单位 留一些反恐的部队进来 情报反恐的 但留多少 这个协议 当然就不会讲到那么细了 那就是后面要谈判了 那更有意思的是 或更吊诡的是 当军方走路以后 那阿富汗的外交谁负责呢 谁负责 这样一讲起来 川普就说 那就CIA来负责 因为你情报单位是他 CIA自己也没有把握说 他能够担得起那么大责任 你打了十几年的战争 有外交官 有军方 打半年 现在交给情报单位来做 情报单位忽然他的位置 要升得这么高 那CIA呢 他就好 CIA现在要怎么合作呢 他要跟塔利班的情报单位合作 共同对付IS 你们觉得整个事情非常跳动 好跳动 那个好像打翻了个调色盘的 是 本来是中央情报局CIA的人 是跟阿富汗的情报单位合作 是对付塔利班 对付塔利班 现在是要跟塔利班合作 对付IS 那中间有多少的真心诚意的 我们在合作 这都有的看 对不对 所以这有的看 那当然还有呢 更重要的就是 美军如果走了 那经济与经济呢 援助还继续吗 对 援助还继续吗 那欧洲也要给钱 欧洲如果不给钱的话 那这个阿富汗还是没用 所以根据阿富汗的过去 我们对阿富汗的了解 以前当苏联刚走的时候 阿富汗就反抗苏联的时候 好几个人 就几个人拉了几匹马 弄几把枪 就自身总司令 所以当年最乱的时候呢 根据西方媒体报道 就去阿富汗自身总司令的 有800多个 800多个 所以我刚才就讲说 山头多部落多 军阀多 地形决定他的一个战略人 穷山恶水嘛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全阿富汗的会议 好就算3月10号 可以顺利开会 顺利开会 在个大帐篷啊 或什么上面 这样开会 那你说那个开会 能够开出来什么结果 今天又是美国自己的 想当然耳的想法 对 美国这样 美国这样已经不管他了嘛 美国说只要你不帮废盖达 是 那我们就 我就走了嘛 我就走 那你看塔利班跟美国签的协议里面 他一直避免称盖达为恐怖组织 他没有讲恐怖组织 他就是说老乱的啦 什么的乱的啦 他并没有说他是恐怖组织 是 那这边的 这塔利班跟盖达关系呢 总是还是前四万里 有一个后路了 好 这个有一个统计啊 说从2001年开始啊 美国在伊拉克 叙利亚 阿富汗跟巴基斯坦啊 这些地方的冲突 总共美国花了5.9兆美元啊 那这里面啊 阿富汗大概是花最多的啊 因为时间最长啊 而且部队啊 到现在为止啊 美军也使了 有两三千人啊 两千三百人啊 好 当然我们看到 其实在欧巴马的时候啊 都已经把兵拉登抓到了 理论上来讲要撤军啊 当时其实应该可以撤了 那也想撤 但是后来 为什么没有能够撤成 那这一次的撤 有人讲说 因为国防部长已经讲了 主要目标是为了 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 后面影响怎么样 我们休息 好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啊 这个我们讲说啊 美国在阿富汗18年的 这个介入的战争啊 那死了两千多名美国人 那阿富汗当地啊 更多了 大概有可能有几万人啊 然后又花了 天文数字的这个军费啊 所以美国啊 应该说早就想撤啊 应该说 宾拉登被抓到了之后啊 猝死了之后 应该就想要撤离啊 但是后来 因为又发生这个ISIS这个事情啊 美国根本没办法抽身 好 现在这一次川普下定决心 做了很多 刚刚我们刘教授分析的 第一个 把这个原来的对手 敌人 现在变成是合作的对象 又把你扶持了 这个亲美的政权 都放在一边 这个阿富汗的和平前景 很令人忧虑 当然最后有可能是 塔利班来整合 来整合的结束 好 那问题是说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 选举我们知道是一个原因 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啊 ASPER他有讲说 ASPER他讲说 就是为了要 集中美国的精力 来作为将来 需要更广大的战略目标啊 简单说就是对付中国了 有这个意思吗 我想多少是有一点 我们这样来看 所以我先从美国外交政策来看 你看这个阿富汗战争打了这么久 对不对 以前我们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呢 都几个转捩点了 比如说韩战 对 越战 现在就是阿富汗战争 你看这很多的军方领袖呢 讲起来都有阿富汗经验 18年嘛 只要你能够爬到那么高的军阶的话 你都是去过阿富汗 不是你怎么升官呢 没错 没错 阿富汗经验 所以以前川普的宫廷里面 用的不管哪一个将领出身的 都是阿富汗出身的 所以他们对阿富汗都有感情 当然也都希望说 阿富汗在战争中打得漂亮嘛 在美国这样走灰头土脸 对军方来讲 是多没面子的事情 所以他想走 但是又走不了 因为就陷到泥岛之中 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由 找了一个时机来走 那川普是就不管那么多了 川普你看他这个叙利亚也撤 那么阿富汗也撤 以前小布希他们是从阿富汗 从伊拉克撤 但是川普说 我撤下两个我都要走 那都要走 那你说是不是他对付中国呢 其实在前一任政府 你说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呢 他们希拉蕊担任国务卿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讨论过这问题 就是美国的十几年来的外交政策 是是扭曲的 不平衡的 因为你把太多的时间都放在反恐 一个伊拉克一个阿富汗 几乎占据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全部 你没有注意到国际上就两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时提出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到底向左走向右走 所以你看后来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 还是摆了摆当半天 就乌克兰现在 后来你看 分裂的 克里米亚都被俄国人拿走了 那就是因为美国没有注意到乌克兰 第二就是中国 中国崛起呢 那么美国人太没有注意到这边 所以后来西亚瑞才就说 他们其实在平衡啊 什么 重返亚洲 所以整个重返亚洲的这情况下 从前一任民主党政府开始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整个到共和党政府 那时候整个的一个趋势 我们必须回来 那回来呢 我的资源跟人力啊 精力有限 那怎么办呢 那从中东开始撤嘛 更何况 美国现在他自己页岩游 有这么多了 他也不太依赖那边游了 既然不需要那边游的话 虽然美国盟邦就讲说 我们还需要 你还是帮我们看一下 美国说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那我这边亚洲的平衡更重要 所以各种的整个战略 你可以看到整个是 那么中东就已经 他的重要性下跌 然后亚洲重要性上升 是 这个我想早晚 早晚这个 美国是要从阿富汗的撤出来了 那撤出来了以后啊 接下来可能值得观察 就是中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 是不是会跟着提高 中国当然很有理由 对阿富汗的情势要表示关注 因为新疆的这个分离主义啊 跟阿富汗这个地方还是有联动的 好 但是刚讲过阿富汗是一个帝国的坟场 对 千万不要中国一辈子 第五个 第五个第六个帝国 对 是 因为阿富汗 阿富汗就要他看 阿富汗那个地形啊 它是一个勺子靶一样啊 它在东北角 有一个长长的叫瓦罕走廊 瓦罕走廊 刚好就接着中国大陆的帕米尔高原 是 就是一路接上去 所以当年 当年呢 抓兵拉灯的时候呢 那也有一些人也许刻意的讲说 哎呀兵拉灯藏在中国 那中国就说 怎么会藏在我们家呢 就从瓦罕走廊这边过去 是连在一块 是是是 OK 好 我们再把焦点现在再往西边再移一下 就是针对叙利亚 大家注意到 前 前几天 有发生土耳其的军队啊 那么跟叙利亚 叙利亚背后是恶果在支持的 对 那发生了一个激烈的战争啊 这个土耳其的军队死了 大概有几十个人 那让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啊 这个非常不高兴啊 现在呢 做了两个动作啊 一个动作是把边境啊 这个难民啊 就我原来帮欧洲啊 看着嘛 那我现在承受压力不行 我就把炸门打开了 让难民全部都进去欧洲啊 让欧洲自己要来承担 另外就是跟俄罗斯的关系啊 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好像他这个礼拜要去俄罗斯访问嘛 对 是 爱尔多安 这个整个情势 有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就是恶图曼土耳其 跟这个 这个这个中东的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故事 对 这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子 上个礼拜四 为什么是遭受到攻击 因为当川普 川普要撤出这个叙利亚的时候呢 是 那么土耳其说 那我进来嘛 我进来 那土耳其就准备呢 就在在叙利亚这边 建了一条安全区 一个缓中区了 一个恰长的一个安全区 那土耳其内部呢 有370万的叙利亚难民 有很大的负担呢 所以土耳其想说 那干脆我送你们回家 那送你回家 那我来弄个安全区 送你回家 那么那么他就跟这个 土耳其是支持反抗军的嘛 反抗军的这个主要 像最后的据点呢 就是土耳其西北的伊德里布 伊德里布省 那么他就伊德里布呢 他说支持反抗军 然后他土耳其 从去年开始 跟俄罗斯的关系 也开始不错改善 俄罗斯是支持政府军的嘛 支持小阿塞德那边 所以他就跟俄罗斯 打成一个协议 就俄罗斯你约束一下 小阿塞德 那我们进去呢 大家就不要打了 我们就和平 就互相约束 然后我们就建立一个 一个缓中区 小阿塞德我们不听 小阿塞德想说美军走了 那只剩下反抗军 剩下最后一个基地 我就收复师徒啊 所以他的部队就进来了 土耳其部队也在那儿啊 那你也进来了 你也进来 如果光靠小阿塞德的部队 他打不赢土耳其 可是他用空军啊 他用米格纪 那个苏海的战机 是谁的 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就是空袭 就一下子 就用死了33个土耳其部队 土耳其部队 土耳其都开玩笑呢 俄罗斯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很好讲好了 你为什么默许 这个序列要打我呢 所以在礼拜四的时候 土耳其就反击 稍微反击 那么也打了 所以他等于是土耳打起来吗 没有 还是跟叙利亚 他所有的讲话都说 都是叙利亚坏 最坏 他只是说土耳其说 俄罗斯怎么不约束一下 是这个叙利亚 因为他 他这外交上用词啊 他怎么怕讲的太明白 那土耳就打起来了 所以后来土耳其怎么办呢 他就他用无人机 他就伊德里布森 用无人机用炮兵啊 就是对叙利亚的进行攻击 结果为什么会发生难民的问题呢 因为你本来不想把地方变成缓冲区 难民要来嘛 像一打仗 难民不但没来 这原来的这边的人 又增加很多 增加90万人颠沛流离 对 一下子冒出来 土耳其说 哎那怎样 那你们北约怎么 怎么都在说话呢 不是欧盟会讲说 这关我什么事啊 对 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的member 那土耳其那阵子 跟俄罗斯好的时候呢 北约 北约也不太欣赏 也不太爽土耳其 北约也没什么帮忙 对 俄罗斯也不怎么 也不怎么帮忙 是 俄罗斯本来也跟那些 跟土耳其的关系 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那土耳其说 那两边都这样怪怪的 那就不我一个人 这样的放在火上烤吗 那当然不干 他说这样子好了 所以才会在上个周末 说那我就开放 我就开放边界 我让大批的难民就走 你既然我的问题 那就变成大家的问题好了 好 土耳其开放边界 开放边界 大批的难民想 哎呀好啊 有机会赶快跑 就希望透过希腊 然后进到保加利亚 进到巴尔干半岛 希腊一看 这还得了 你一开放边界 希腊这边马上封锁 一封锁 好 难民跑一半 全卡在路上 所以有上万的人 就卡在路上 所以难民又很可怜 这又人道危机 天气还冷 天气还冷 然后你看 就卡在铁丝网 就挡在前面 你不晓得该怎么走 所以欧盟才会紧急开会 说这个事情 到底该怎么处理 所以现在我这件事情 还悬在那了 看到最后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你知道 我们刚刚讲到说 土耳其也是 北约的一成员 对 那北约的一个中心的 一个思想叫做 One for one 对不对 所以现在土耳其说 好啊 你说One for one 我现在把问题 丢给大家一次 不要你这都在我身上啊 对 所以土耳其本来跟欧洲谈判 本来这就是他的杠杆 嗯 他的杠杆 他有杠杆就是说 那我替你守门 那我既然替你守门 你们要付钱 有吧 应该有付钱吧 有付钱 欧盟都要给一些钱 因为因为你要筛减啊 你要筛减 比如筛减当年 就达成协议 说哪些人是 可以符合 政策难民的身份呢 让他们进去 有些不符合 只是经济难民 或者非访移民 想找工作呢 这就不能进来 那这个当然就要筛减 那这要钱 对吧 要筛钱 那现在就是说 可是你晓得 安顿370万的难民 在土耳其境内 嗯 很大的负担 对他的社会啊 都是 这个政治啊 安定啊 都是问题 嗯 然后现在又多了 90万人颠沛流离 嗯 那你这加起来 那那那哪一个国家 能够吃 这都是叙利亚的 是不是 那这很多 大部分是叙利亚的 叙利亚的 对 这让我们想到欧盟啊 在几年前的时候 也是为了难民 当时还不是 当时还北非的了 对对 就被每个国家内政的难题 就是他的欧盟当时 欧洲的当时难民危机 因为梅克尔就造成很大的压力啊 知识度整个下来 它开放 它是开放的 对不对 然后欧洲的这个极端的 右派民粹的 都是这样起来的 就是这样起来的 英国的脱欧跟这个也有关系 是一点不错 一点不错 那结果你说你说这样的 那我再开一次吗 嗯 我再开一次 在开始当然也有人讲说 不见得这次有效了 因为被挡住了 或什么的 各种不同的理由 在土耳其起码说 我今天用这方法 那你们大家来跟我谈 你们得重视 对 好 当然我们 现在不知道 因为最主要是 他又寄望 俄罗斯啊 能够来在叙利亚 这个建立安全走廊 这件事情啊 因为土耳其 信心念念的是啊 他要处理库德主的问题 是 对不对 是 所以这土耳其呢 当初跟俄罗斯 达成协议的原因呢 就是俄罗斯呢 他在打IS 就因为土耳其 这叙利亚内部呢 反叙利亚政府的 有除了反抗军以外 也有伊斯兰国嘛 伊斯兰国是管理的 政府军反抗军一起打 对 所以就政府军反抗军 就有共同敌人 就叫IS 对 所以所以大家一起打IS 那IS呢 当时呢 当时美国在反IS的时候 那在地面上支持美国 主要的力量 就是库德州 对 那么那么那么的俄罗斯 反正像库德州走了以后 俄罗斯部队进来以后 就等于就拿下来了 以前这个 被IS占领的库德州的土地 那么土耳其就想跟俄罗斯讲 你把这个前库德州的土地 从IS手中抢回来 你不要交给库德州 你交给库德州 库德州要建国了 怎么办呢 你交给我 这才是他就跟土耳其 土耳其跟俄罗斯和解的 主要的原因呢 那俄罗斯说好 那如果我交给你的话 那你要叫反抗军 也让一点土地给我 那我也要还一点给这个 叙利亚当局 所以当时土耳其呢 就叫伊德里布那边呢 就曾经撤了一块一些地方 那一些难民往南部移 移到另外一个据点 还了一些地方给这个叙利亚 那叙利亚就准备去接收啊 那接收以后想 那既然还了一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还没还我 你们还盘踞在那干嘛呢 所以就说我准备把它打下来 那土耳其说我已经还了一部分了 另外一部分不能还了 那一部分那我支持的反抗军 那是他最后的据点了 我跟俄罗斯达成协议就还这么一块 剩下的不能还了 那叙利亚说我已经都打一半了 我继续把它打下来 所以才有上个礼拜四的事情 所以又有一点类似 这个阿富汗的这个 这个跟美国这些关系一样 对 所以现在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叙利亚在后 就内战结束以后叙利亚的地图 绝对不是现在这样的地图 因为它有很多地盘一块一块 叙利亚本来就是好几个国家拼出来的 那拼出来那你现在重新再拼一次 那其中有几块拼头要拿掉 那这样拿着呢 这才有机会和平 如果小阿塞德大马士革方面想说 我就是要全国统一 那你可以是一个省啊 自治省啊什么 但我不让你让你怎么样 那这个就摆不平 不过这可能是中东地区 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 这个战争最后的结果 是美国没有角色在里头的 美国没有角色 对美国已经全部彻底的抽离 当然这个抽离 我们节目上也谈过啊 这是对酷德主的不义啊 对 的背叛啊 但是现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是不是没有美国的反啊 这样的国家的重建 还有点可能呢 这我们拭目以待 好我们休息一下 POP壮新闻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啊 马来西亚啊 马来西亚原来在这一波的 新冠肺炎的疫情啊 好像都还控制得不错啊 但是最近已经有新的感染者 但这几天啊在大马地区最热门的不是新冠肺炎啊 是政局的肺炎啊 因为原来的老总理马哈迪啊 在前不久突然间啊请辞啊 然后说要辞掉希望联盟的主席 要令阻新的政党联盟啊 等等 结果呢 马国的这个 布丹啊 苏丹啊 苏丹已经在3月1号正式任命啊 这个土著团结党的主席 慕尤丁啊 宣誓就任总理啊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马哈迪是 投机不早18名吗 他本来是大家讲说 是不是要再一次的要 挡掉安华啊 但现在是怎么 一不小心连自己也被拉掉 会这样子吗 对 因为 因为像这个 这个事情啊 就上个礼拜看马来西亚的政局啊 跌宕起伏啊 跌宕起伏啊 是是跌宕起伏 那么 当然你说假如我们 当然当地人就把它叫就首相啊 因为从就就有国王的首相啊 马来西亚这个马哈迪呢 辞掉首相之后呢 其实他他的原因是这样的 他跟安华的解释是这样的 就是马来西亚就他的土著团结党里面 有人背叛 有人背叛 那有人就开始 就是去年呢 很多地方的党部 地方的选举土传党啊 或者希望联盟呢 就选得很差 很差呢 所以内部就有声音说 那其实因为希望联盟是拼装车嘛 对 那四个党拼出来的 那不如我们还是讲一下 马来人呢 自己另外组个组个政治联盟啊 那就是包括土团党 然后加上了这个以前的执政党 乌统 叫做回教党啊 那么组成 那当然还有安华公正党里面 阿兹敏派啊 另外一派分裂的出来的 组成一个新的联盟 那么这个 那那马哈迪呢 就是你如果本来也不想交棒 把他的首相的位置交给安华嘛 那么就干脆你就 就是解散希望联盟 跳过来好了 但是马哈迪的讲法就说 我合作可以 但是我不要跟巫统合作 我不要跟巫统合作 那是贪污的证券 那巫统就说呢 马哈迪过来可以 你那个华人的明星党 别带过来 因为我们纯马来人 你别那么把华人带过来 那马哈迪说 那你们这样对我召唤 那跳过来 那这样子我过来 那不是你们几个人变成kingmaker 那我受制于你们 不干 不干 但是他们开始逼宫 这内部也有逼宫 那么希望联盟 其他三个党呢 也在跟马哈迪逼宫 说那你讲一下嘛 你到底什么时候交棒嘛 那马哈迪的两边都交 他就玩一个险招 就后来就玩输掉了 那个险招就说 那我就跟苏丹 我就一则我先退出土团党 因为你们既然逼宫嘛 不合 第二我就解散希望联盟 就是我自己就辞职嘛 辞职了 就是一辞职以后 那么土团党也退出西蒙的 这个四个党的政府 那么西蒙四党变三党了 当然这个西蒙就不存在了嘛 马哈迪后来被苏丹 就任命成为一个 过渡的一个首相嘛 但是于是在这里面呢 原来的那些人想拉他 就是希望联盟 想一看的话 另外一个联盟出来了 那希望想拉着马哈迪说 虽然你辞了 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挺你当首相 那么他的土团党那些人说 我们马来人组成这个 只要你点头 我还是全会让他首相 马哈迪一下子 这段时间变成共主了 他就说好 这样子我们组成一个团结政府 跨党派的 我从各党里面挑选精英 那各党都不愿意啊 各党不愿意 只有你啊 只有你 对不对 各党都不愿意 各党不愿意说 那与其让马哈迪这样玩 不等他了 等他表态不等他了 不等他了 于是呢 这个其他的土团党的 上面这几个联盟就说 我们改支持土团党的主席 摩尤丁 那希望联盟这边说 那你这样的还这样的 不来 那我们就支持安华 所以本来是共主 一下变成被棒撒了 没有人要 哎呀马哈迪想着糟糕 那不行 那赶快又开始 跟安华又和解 又跟原来的希望联盟和解 他说哎呀 我当时就辞掉首相 那是被逼的了 那么其实你看看 你们自己安华 你也推不出来足够的人数 你们只是闹一起 这样我们还重新团结起来 还干掉 我到东马这边呢 这个政党联盟 拉一些人 我们有足够的票数 那东马那些 本来也愿意制造马哈迪 然后一想说 哎你你还是跟安华合作 我们讨厌安华 有人是讨厌这个 有人讨厌这个 讨厌安华 他说那所以又跑到墨尤丁这边 所以马哈迪最后运作运作半天 据他讲 他最后足够拿到了 足以当首相的票 跟苏丹更不见他 苏丹不见 苏丹说你这搞半天 我就不懂苏丹能这样子吗 苏丹觉得他跟他谈过以后 他说我觉得这个墨尤丁 有办法有多数 他比较相信墨尤丁 相信墨尤丁 所以他就要墨尤丁 墨尤丁就宣誓了 墨尤丁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他永远就在后面 可是后来也有新加坡的媒体 讲墨尤丁根本叫首相屠龙首 他过去干掉几个首相 发现墨尤丁也不是等闲之辈 他那时候呢 以前马来西亚首相巴达威的时候 他的发难就首先是巴达威 巴达威当马哈蒂也在后面了 就把巴达威首相拉下来以后呢 墨尤丁就当了副首相 总之就是个老狐狸 他干掉以后 他的官就升一次了 干掉巴达威 他就升了副首相 后来他跟纳吉翻脸以后 加入马哈蒂 然后他在希望联盟里面 当了内政部长 现在他又反水 反水以后把马哈蒂干掉 他现在担任首相 不过其实也72岁 这个玩得够久了 应该得到 西北卡西棚下待久了 应该轮到他了 他是72岁 安华也72岁 马哈蒂94岁 好 这里头 那就来了 我就想问的就是说 现在显然马哈蒂并不接受 对不对 对 国外的多数总有个判准 是 因为像他那个多数 每个人就写了法定的宣誓书 我先知识谁 后来发现宣誓书是可以撤回的 可以撤回的 那可不可以两边压了 对啊 你写了以后你又撤回 所以马哈蒂说我有足够的票数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苏丹说你每次讲到我也不见得相信 所以马哈蒂当然以他的个性 他不会散发甘休 所以他现在想集结支持他的人 你不一定政府上台以后 我就发动倒阁 不信任投票 我就倒你一下 对不起大家再选 也就是说 程序上 苏丹已经在3月1号正式认命了 对 他也宣誓就职了 这个合法性你也不能再说 不行 苏丹要收回 是不可能 但是呢 我可以发动倒阁 对 那9号是一个国会要开议吧 对 9号国会开议啊 就可以开始发动倒阁 就可以发动倒阁 所以这里面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利益的交换 所以这就是马来西亚式的民主 那么也有新加坡的记者说 特别像印度煎饼一样 这印度煎饼 如果看印度煎饼呢 它是要翻来翻去啊 越翻越大 越翻越大 煎饼呢 这马哈蒂就是翻来翻去 翻来翻去 然后越翻越大 可是他忘了一点 越翻越薄啊 越翻越大 但是越翻越薄 所以这个 这到底能够撑多久 其实不想 不过我觉得 有一个人一定很心酸 安华当然心酸 对啊 安华 两次 他就两次都被出卖 你看上一回 为了推翻那个纳吉啊 当时多需要安华 是 对不对 话讲得多漂亮啊 他又插身而过 所以他就是没有首相命嘛 就插身而过 本来他是马哈蒂的接班人啊 对啊 后来翻脸了 就错失了一次机会 然后现在二十年后 又错失第二次 对 所以安华当然这么气得直跳脚 我要是安华也是非常郁闷的 那他只能跟他讲说 你的命 你的命可没有这个了 一点不错 只能这样相信 对 但是会不会马哈蒂还有机会吗 他真的还有机会吗 就他自己再回来 就是看他身体了 那别人也会觉得 你玩太多次了 不过我也觉得很意外 九十几岁的人 在这么样子的翻来覆去的政坛 马国政坛没有人指引说你年纪太大 没有像那个Sanders 桑德斯都被他讲说 你的身体可能不行了 对 这个也是一个奇葩 去年动过心脏手术啊 对啊 他定人没有这种问题 这也是个奇葩 对 好 非常谢谢刘彬龙教授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我们明天见